救难人员带着可惜式摄影机 失势的复兴客机机舱内部 首次曝光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机舱内 一半体积已经灌进浑浊河水 唯有救难人员凿出的大洞 才能让光线射入一窥究竟 仔细看因为机腹朝上 机舱座椅通通翻转 掉在半空 座椅和座椅中间的走道 地板已经被弹飞消失 只剩下飞机骨架 而水面上两条细细的黄色管线 则是负责灌气输养的重责大任 因为座舱空间凌乱 只能靠输养管灌气救人 救难人员进入机舱后才发现 许多乘客被安全带绑住 吊挂在座椅上 溺水气绝身亡 惨不忍睹的画面 可以想象飞机试试 当时有多么恐怖 下面还有两个 下面还有两个 假的那个 拆了吧 这段画面是在飞机中断拍摄 台湾航空史上首次飞机坠和空难 惨状让许多救难人员强忍悲痛 却也不经抵酸 记者综合报导 这段时间有早就践下死了 battling提供 也不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